时事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事 但凡历史上的英雄几乎都出现战乱频繁的乱世 比如白起生活在战乱不断的战国时期 韩信生活在秦末汉出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的动乱时期 李靖生活在随末唐出的动乱时期 而岳飞则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与金国的战争时期 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 不同的时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包括英雄的成长与所处时期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白起 韩信 李靖 岳飞都有着他们所处时代浓浓的气息 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也具有时代的特征 一 白起 白起生活在战国时期的秦国 秦国自上沿变法以来国力逐渐强盛 以军功爵位制作为激励手段 极大的激发了士兵的作战热情 坎下敌人的首级就能拿爵位 爵位就是地位与官职 还能在犯罪时免死 而白起就是从底层依靠军功爵位制 升级为秦国的所处长 最后到授封武安军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在军功爵位制之下 秦国将领几乎都是从死人堆中杀出来的 而且能做到将领这一个级别 只能不断地打胜仗 将领的勇敢是排第一位 谋略还是其次的 如果既勇敢又有谋略的 那就是凤毛麟角了 比如白起这样的 在军功爵位制之下 儒将是不可能出头的 战场上不能砍下敌人的首级 就没有爵位 就没有官职 所以像韩信这样以谋略舰长的儒将 很难再战国出头 除非能像张仪或者范衰那样 直接得到国军的认可 但这是很难的 白起的特点是 擅长以少胜多 打歼灭战 白起除了作战勇猛 还很有谋略 他打的每一场经典之战 都是惊心谋略的 比如一缺之战 白起以十余万勤军对战 二十四万韩卫联军 白起采用的谋略是 利用韩卫两军相互观望的弱点 以少量兵力牵制韩军 然后集成兵力 先吃掉实力实弱的卫军 再徽军吃掉韩军 全揭二十四万韩卫联军 创造了歼灭战的经典 再比如阴影之战 都知道项羽的破釜沉舟 激起了士族的斗志与军心 其实白起是最早运用的 白起攻处时 率军渡过了汗水 然后烧毁了桥梁和船只 自断后路 激励了秦军的斗志与军心 然后利用移水 开挖渠道淹没了阉城 从而攻下楚国的陪都 最后率军又攻下了影都 这是自春秋末期 吴子虚与孙武攻下楚都之后 楚都再次被攻破 长平之战更是白起的巅峰 同时也是谋略与勇猛作战 最好的结合 这是冷兵纪时代 规模最大的歼灭战 无除其右 白起接受秦军 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 引诱赵军进攻 同时利用两支 合计三万的骑兵军队 把赵军分割开来 然后秦军包围了赵军 白起构筑了强大的包围圈 将四十余万赵军 团团包围了四十多天 赵国若尽粮绝 没有补给 没有援军 包围圈中的赵军四次突围 都以失败告终 连主将赵阔也被射杀 赵军绝望之下投降 全部被坑杀 从这些战力来看 白起擅长歼灭战 歼灭战是战争中最难打的 一方面是兵法上 说自己一方是敌军数量的十倍 才能维艰 白起打歼灭战 从来也没有哪一次的兵力 是对方的十倍 也不现实 另一方面包围了敌人 敌人就容易拼死奋战 己方伤亡就非常大 所以白起带兵打仗 伤亡比较大 但从结果来看 白起都赢了 从未输过 要知道 秦国的军功爵位置 是要减去自己一方的损失 才能计算敌人的首级 所以歼灭战非常难 歼灭战在当时 算是一股独特的战争特性 因为当时的战争 还是以攻战城池为主要目的 白起的军事思想 显得非常突出和与众不同 毛主席曾经评价白起 论打歼灭战 千载之下无人除其用 白起可以说是歼灭战的鼻祖 白起领导指挥的战争 并不是靠实力硬碰硬冲 而是根据不同的形式 采取不同的谋略 以达到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的目的 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来越少 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整个战国时期 因为战争死了200万人 其中有100万人 死于白起之手 白起的综合能力 基本体现在军事能力上 白起一生从未打过败仗 不仅本人作战勇猛 而且谋略 也不逊于同时期任何人 白起打的每一仗都有把握 一生大小七十余仗 从未败过 但是在长平之战后 白起建议秦赵湘王 乘胜攻打邯郸 但是被秦赵湘王拒绝了 后来秦赵湘王 命令白起出战邯郸 白起认为秦军 已经错过了最佳进攻时机 所以拒绝了秦王 并苦恼了秦赵湘王 最终被秦王刺死 从这一事件来看 白起在政治上的头脑 远远不如他在军事上的头脑 白起是偏科生 他的军事才能是100分 政治才能只是50分 二 韩信 韩信生活在秦末汉初的乱世 先是陈胜吴广 宁拥总护的农民大起义 持续了三年之则反秦战争 接着就是刘邦与项羽 征天下持续四年的楚汉战争 这七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 六国没落贵族 以及以老以少联合六国百姓 发起了反秦争夺天下的战争 整个天下的阶级被打乱了 谁的实力强 谁就能取得天下 韩信应该是六国没落贵族之后 从他如此精通军事也能看出 战国是贵族政治 平民百姓很难获取知识 更不用说做官了 韩信也是遇到刘邦这样神仙级别的佣人高手 也能获取一席用武之力 从而走上人生的巅峰 韩信被后人称为兵仙 简单的说就是用兵如仙的军事价 韩信是兵权谋家的杰出代表 韩信所有的战争都不是靠实力打赢的 而是靠谋略 谋略就是运用各种资源 情报所进行的一系列欺骗活动 以达到获取战争胜利的方法 韩信的特点是 善于利用情报 善于分析对手 以及以谋略为王 并针对不同的敌人 实行不同的谋略 韩信打卫王豹 利用了声东击西的谋略 韩信假装在普京关与卫军对峙 然后派兵在下阳偷偷渡过黄河 攻击卫国都城安逸 一战打败卫王豹 并俘虏他 韩信打赵国 用的是背水一战 拔旗一致的谋略 把主力部署在河边列阵 在侧面埋伏两千千旗 主力引诱赵军主力作战 然后让两千千旗攻下赵军迎战 升起汉军旗帜 赵军就这样被韩信军前后夹击 全军溃败 韩信打齐国是利用了齐国不设防的机会 因为刘邦的使者黎一齐 说服了齐王投靠刘邦 并没有防备韩信 韩信眼红黎一齐的功劳 在宽通的劝说之下 法兵攻打齐国 齐国是攻下了 同时导致黎一齐被杀 韩信打龙起 是采用了半渡而机制的谋略 先在围水上游 用沙带堵塞河水 然后在下游与龙起交战 仰装败退 等龙起率军过河时 拿掉上游的沙带 然后水淹没了 龙起大军 就这样打败了龙起 韩信的军事思想 主要体现在军事谋略上 韩信一生只打了六七仗 也就是楚汉战争的四年 从未败过 韩信的对手是魏王豹 夏说 陈瑜 齐王 龙起 韩信在所有战争中 从未使用过相同的谋略 都是不同的谋略 针对不同的敌人 韩信的综合才能 体现在军事谋略 用兵练兵上 韩信自己说 自己用兵是多多益善 韩信的军事才能 在那个时代仅次于项羽 包括谋略水平 韩信最早就是跟随项羽的 给项羽提了不少建议 项羽从来不用 但项羽仍然次次打胜仗 项羽是韩信时代 军事能力的天花板 韩信只能屈居项羽之下 除了军事才能 韩信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也是很差 比如政治能力 韩信跟刘邦要挟 要代理齐王的事件 让刘邦对韩信起了猜忌之心 另外 韩信为人过于嚣张 当有人向刘邦告密 说韩信谋反 刘邦手下的将领 马上落井下石 说要率军抓捕韩信 说明韩信的人员太差 韩信的军事才能是90分 政治才能是50分 3.李靖 李靖出身官宦之家 他是隋朝名将韩秦虎的外甥 同时也是唐朝功劳最大的开国功臣 李靖是难得的文武双群之才 不仅本人作战勇猛 而且很有谋略 既有军事思想 又有战略战术 同时还能亲自上战场打仗 李靖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 从跟随李世民作战开始 李靖就像开了挂一样 在秦州 李靖为李源出谋划策 协助其打败了蛮人邓世洛 在谢州 李靖率领800将士 大败开州蛮人赵泽 府敌5000多人 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战役 李靖为了攻灭南梁割据势力 萧嫌策划了十条计谋 并与李孝公一起率军平定了萧嫌 要知道 攻打萧嫌还涉及到水军 李靖完全了战争的所有准备 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灭亡了萧嫌 堪称奇迹 在攻灭府公室的战争中 又是李靖提出正确的建议 并得到财纳 唐军只用了五个月时间 就消灭了府公室 此战之后 李源非常钦佩李靖的才能 于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靖乃萧嫌 复公室 高荒之病 古代名将韩信 白起 魏清获去病 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李靖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有几分道理 这还不是李靖全部的战绩 李靖在京阳之战中 挡住了突厥兵 并作为主将 率军攻灭了东突厥 还俘虏了杰利可汗 直接导致了东突厥的灭亡 李靖还在唐朝 与土玉魂的战争中 大败并灭亡了土玉魂 按计来看 他打败敌人大多数情况下 用的是谋略 而且对于战场形势 把握极为准确 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眼光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往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李靖的军事才能 主要体现在 谋军与军事思想上 李靖与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最优秀的实施者 李靖一生有不少兵数流传下来 最有名的就是 李卫公兵法 这是唐太宗与李靖 探讨军事思想与兵法的对话 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代军事家 大多数观点与李靖相同 也可以说 李靖是一个综合能力全面的军事家 他懂军事理论 有军事思想 懂行军治军 安营扎寨等等 一系列的军事内容 还能在战场率军打败敌人 他的军事能力非常全面 同时 李靖也是四人中 唯一一个获得善终的将领 身居高位而不卑不亢 79岁病逝 四岳飞 岳飞生活在北宋末年 与南宋初年 那个时代 北宋和南宋都面临着 北方胡人政权的连年战争 两朝灭亡之后 北宋跟着 北京军灭亡 金兵 占领了华夏大半江山 然后整个华夏就处于混乱之中 岳飞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成长起来 岳飞能够从底层一名普通百姓 成为南宋的中兴四将之首 靠的完全是个人能力和军功 而且他的能力更全面 堪称文武双全 论文 岳飞可以吟师作父 满江红就是岳飞的作品 论武 岳飞的刀枪之法 一线无敌 论利 岳飞可以拉开三百斤的宋公 论带兵打仗 岳飞是天生的统帅 一生很少有败仗 他建立了独特的被围军 及岳家军 大败金兵的铁浮屠和拐子马 打得金兵产生畏缩 便喊出汉山义 汉岳家军男的话 岳飞就代表了 那个时代的最强军队战斗力 岳飞从一个普通士兵参军开始 凭借勇猛善战 一步一步上升 岳飞在北宋末年 就已经两次参军 在华州遭遇战 岳飞出了争容 以百旗杀退金兵 跟随宗泽在开德府作战 每一战都是胜仗 在桃州白人战中 又打败了金兵 北宋灭亡后 岳飞为南宋而战 马加度之战 由于友军临阵脱逃 岳飞在此战中失败 健康之战中 岳飞大败金兵 收复健康 岳飞第一次北伐 在与伪齐军的作战 岳飞收复了湘阳六郡 接着在洞庭湖 消灭了农民起义军 岳飞第二次北伐 岳飞收复了商周 于郭州 大败伪齐军 岳飞第三次北伐 打败了金兵与伪齐联军 进犯湘阳的行动 在岳飞撤退过程中 又大败伪齐军 俘虏数千人 岳飞第四次北伐 采取连结和朔的战略 一面联合北方反金义军 一面调动岳家军北上 衍城之战 岳家军大败金军精锐主力 营昌之战 岳家军又打败了金军 岳家军都已经包围了 开封的情况下 结果朝廷下令 岳飞搬吃回朝 再之后 岳飞被一步步戒逐兵权 贬官陷害致死 南宋的中兴四将之首 就这样死在自己人手中 从岳飞一生的世界来看 岳飞的特点是 文武双全 勇猛善战 忠孝无双 用兵如神 岳飞的综合才能比较全面 他既懂得治军练军 又懂得军队建设 岳家军恐怖的战斗力 就是岳飞一手建立 同时 岳飞也有战略战术 很多时候 打胜仗不是靠的勇猛 而是正确的战略战术 岳飞先后四次北伐 几乎都是胜利 这绝对不是偶然 而是岳飞才能体现 白起 韩信 李静 岳飞四人中 白起和韩信两人是偏科生 军事才能超强 其他才能平庸 但两人的军事才能是完全不同的 白起擅长打歼灭战 韩信擅长打谋略战 相比较之下 歼灭战的难度高于谋略战 战果也高于谋略战 李静和岳飞综合才能全面 都是文武双全 李静在战略思想与兵法上 略胜岳飞 岳飞在个人武力与实战经验上略胜李静 从作战规模上 李静更适合大兵团作战 岳飞更适合特种作战 两人都是优秀的统帅 也是各自时代军事才能天花板 从四人的军事战绩来看 白起最强 一生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他打了37年仗 功成70多座 歼灭100万 李静其次 他打了30多年仗 功灭了消险 东突厥 土玉魂 无一败继 韩信再次 他打了4年楚汉战争 功灭了魏国 戴国 赵国 齐国 以及楚国的龙且 岳飞最后 他从北宋打到南宋 打了20年仗 胜多败少 差一点就收复了北宋旧都 结果 由于皇帝的阻拦 成为了悲剧 战绩体现了能力 但并非是绝对的 白起的后面是强大的秦国 秦国国军英明 士族善战 李静的后面是新崛起的强大唐朝 有军事家皇帝李世民 还有数不清的贤臣良将 韩信的背后是用兵如神的刘邦 而岳飞的背后却是腐朽不堪的南宋王朝 皇帝昏庸 小人当道 很难实现政治报复 一定要比个综合实力 个人认为李静最强 岳飞其次 白起第三 韩信第四 李渊夸讲李静那番话是有道理的 李静的能力确实不亚于白起和韩信 李静不仅打过内战 也打过外战 只是唐朝那个时代名将如云 同时 李静个人比较低调 显得不那么出名 林燕阁24功臣中 李静是战绩最高的将领 同时也被唐朝推荐 近五庙十轴 岳飞是个悲剧人物 他不死的话还有更大的发展 个人能力没得说 第四次北伐已经快要收复开封了 却被迫放弃 岳飞同时也是整个南宋最耀眼的名将 要不是南宋众文清武 岳飞北伐也许能成功 白起是歼灭战的鼻祖 韩信是谋略战的高手 两人都是才能特别突出的将领 但是歼灭战包括了谋略战 没有谋略的歼灭战 是不容易成功的 从这一点说 白起的综合才能高于韩信 有人说韩信的兵弱 白起的兵强 韩信更有才能 这是不对的 因为同一个时代的兵战斗力是差不多的 白起的勤兵强 同时代的照兵 储兵 骑兵 卫兵 也不弱 韩信的兵弱 同于时代的照兵 卫兵 骑兵 也不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